然後我每次去鼎泰豐 保師傅都會給我點一碗 我們都點了 你點小碗的 因為我一個人吃 我都好愛 然後我每次去鼎泰豐 吃酸辣湯的時候 我碗拿來 都先把白醋倒在裡面 倒滿多的喔 它的醋也是標準在下面 它沒有弄那麼酸 酸辣湯你醋加那麼多 第一口喝酸 第二口就順了 揮發掉了 不是揮發掉 你第一口的酸是 讓你味覺先感受一下 它的酸味的是不是 第二口再下去 那個酸你就覺得非常好喝 還有啦 雖然湯一定要熱呼呼的 才可以沖白胡椒粉 跟沖白醋 它的味道才會出來 我記得早期 林泰豐用的是五硬醋 對不對 現在好像不是五硬了 現在用了那個叫 另外一家 那家叫什麼醋我忘記了 哥哥 其實不管什麼醋 其實最主要的是 使用米醋對不對 當然是最好不要用化學醋 米醋最好 就是釀造 你用台灣烏醋也可以 烏醋沒有那麼酸 烏醋有怪味 不是 它有一個香料味 可是有一些人就喜歡 肉根什麼叫烏醋 等一下 酸辣湯的好朋友 絕對不是烏醋 當然不是烏醋 我說 每個人因為他喜歡的醋 你不一定強迫人家 一定要用白醋 你用鎮薑醋也可以 用紅醋也可以 用白醋也可以 因為老實講 醋有強弱 然後在一般家庭 其實使用的最多的醋 就是公鹽醋 我再講一次 公鹽醋大家不要說它叫公鹽 所以它是化製醋 不是公鹽醋是純釀造醋 也是台灣家庭 使用最多的一種家庭用醋 我就很喜歡用公鹽白醋 因為我爸爸就是這樣子 吃酸辣湯的時候 現在碗裡面 倒很多白醋 然後再把熱呼呼 滾燙的 這個酸辣湯 回沖進去 然後胡椒粉有沒有 這件事情我不在乎 沒有沒有 胡椒粉要有 酸辣湯那個辣就是胡椒 我不喜歡 所以我剛才講說胡椒要多一點 就是那個辣度要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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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